我问他们要 家人们不着急 我等会问他们要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 咱们要花小钱办大事 知道不 今天晚上我要把我这个毕生功力都用上 妈妈 你相信我吗 你的帽子可以多戴一点 什么帽子 高高的帽子可以给他扣几点 给王东戴帽子 我觉得谁都喜欢这个吧 戴帽子 我妈妈说让我给王东戴帽子 我觉得可以的 我妈妈吃什么这么年轻 我妈妈喜欢吃 喝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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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跟家人们分享 我妈妈喜欢喝汤 然后保健品就不说了 但是平常除了保健品之外 她要喝汤 天天喝汤 对 戴高帽 是的 我妈妈让我给王东戴高帽呢 王东见没你就送花 真的假的 有这事吗 那我知道没看见 我等一下我问她 我要问问她 这个王东咋还没来 她刚才我出去看到她了吗 她说下去拿一个快递 应该很快吧 那我等一下我见她了 我当看不见啊 家人们 我当看不见 等一下你们就看我咋夸吧 对 不能夸得太早 对 咱们这个劲儿得使到关键时刻 家人们 我说对不对 我现在不能夸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她那个什么 等一会儿就是 我跟我妈妈挑东西的时候 我再开始夸 我不能上来我就夸 我上来我就夸 这个劲儿使完了 一会儿就不好使了 嗯嗯嗯 哈哈哈哈 我 我要好好试一试 不过我看她 你昨天那样子 她估计也不会 是吧 嗯 应该价钱给的 也可以的 这个男孩子说实话 有点 还是挺单纯的一个男孩子 是啊 嗯 对 人也不错啊 家人们 我很少遇到 就是说这种 做珠宝啊 做玉石生意的 这种 呃 就是属于这种 比较简单的男的 我还真的第一次见过 因为我以前嘛 这个在 嗯 哎呦 她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拿了一个快递 来来来来 顺便一下 我的天哪 家人们 阿姨 送给你一孩阿姨的 哎呀 谢谢你啊 没客气 我的天哪 就趁热啦 啊 你走走走走走 那真的 又嫌 ефre роз 这么一大束花 来来 谢谢 谢谢 有客气客气 这个还挺香的 嗯 这个挺香的 对对对 然后昨天呢 不行 真的实际来不及 然后买的有点小 然后这是我特意去挑的 跟这个挑了 选的 家人们你们知道有多大哦 我起来我给你们看一眼啊 哇这么大一束花 真的比我两个身子大了 好不好看家人们 对啊 这个花 而且我挺喜欢百合的 你这个花送的确实是送到新卡人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真的家人们还蛮好看 谢谢王冬 真的谢谢王冬 对 这个花送的 我觉得也是蛮蛮蛮那个 谢谢 太谢谢 昨天就没有给你们好好接个风 然后花呢 昨天也买的感觉挺小气的 然后今天我特意 真的特意去花点悬的 大气 你看你看 你看还有说洋气的是不是 确实很大气啊 谢谢谢谢 对送花 哦 这个 呀王冬 你一定是没有给你孩子送过这么大树的花吧 你不要长寿啊 不是 是吧 没有寿 你出来给家人看看 你咋老不好意思露脸 他可不好意思露脸了 家人们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定没有 这是你第一次啊 第一次啊 真的啊 嗯 这么大的花真的 家人们是不是第一次啊 是不是第一次啊 帮我说话 谢谢谢谢帮我说一说 真的哎呀你选择特别好 你喜欢就好 阿姨喜欢就好 妈妈喜欢吗 花很漂亮 好看 漂亮的花配漂亮人 就是这样的 那我跟妈妈谁漂亮啊 都漂亮 意义不一样 你是漂亮的 你是漂亮的 妈妈呢是文雅专重的 这样的 对不一样 对 对 我以为这个问题会难到他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难到他 嗯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真的 那花呢 我先放 放下来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王冬啊 哎呦 客气客气 哎呦 我逗他 我逗他的家人们啊 逗他 王冬 提什么那个啥呀 家人们 没有 人家王冬从来没有给女孩子送过这么好的花 直播店家人们说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哪只眼看见他给别人送 哪有这种事情 啊 近乎扯八道 人家王冬正人君子 人家王冬这个 就是 就只 就只对我堂堂如此上心 对不对 今天今天今天咱们看的 然后怎么样咱们看的就是那个大料子 可以 对预料 特别好 真的 你们的师傅的工艺很好 工艺很棒吧 因为我们师傅真的都是老师傅 对对对对 所以最主要就是你们喜欢就好 嗯嗯 喜欢 特别喜欢 呃 二姐我看二姐在哪 我给他发个信息 好 嗯好 啥小脸啊 啥小脸啊 他们说你送的花特别好咖 嗯 嗯 只要只要喜欢 呃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像别的都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只要是谈谈你 然后阿姨 你们开心 就行了 这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嗯 我跟你说呀 我 我 不仅是我觉得你特别好 我觉得我妈妈 也特别喜欢 你这儿的东西 嗯 啊 喜欢是吧 喜欢 喜欢 然后我就想着吧 嗯 嗯 我 我回来给我妈妈 也带点这种小件的东西 到时候 王总能不能给我优惠一点呢 嗯 你要说这话 是不是又见外了吗 就是 我们咋能说这么见外的话 对吧 我这 对 对 我 那我应该怎么说 你教教我 嗯 我 不是 你这个 只要是 你这边就是 肯定是阿姨 我等会儿我去亲自挑 我等会儿我 我姐姐 我姐姐来了之后呢 然后我去挑一下 让姐姐带着 或者带你去看看 因为你肯定知道 阿姨喜欢什么样的 对不对 嗯 因为可能说我去看 因为 虽然说我也从事这个行业 跟着 跟着姐姐这么多年了 嗯 但是可能 对女孩喜欢的 或者是阿姨 喜欢什么样的 我不是 太懂得太多 哦 对 我指导一个大概 但是我想做到的是 做到的是什么 做到的是让你们 啊 能得到最满意的吧 就这样说 行 嗯 那我一会儿就去挑了 嗯 可以可以 我一会儿去挑了 然后 嗯 我等一下 然后姐来了 我就 嗯 你们一起帮我们挑选挑选 好不好 啊 啊 那他们说 嗯 嗯 嗯 哦没事 可以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是吧 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就好 没问题就好 家人们一会儿二姐要来 知道吗 我先要去那个什么 嗯 嗯 嗯 我要先去等会儿去给我妈妈挑几件东西 等一会儿二姐她在那边吗 对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 二姐是一直在工作室呢 因为那一个她要亲自去看 然后让那个师傅按咱们的要求 就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 要亲自去盯子 那 那那我如果等一会儿挑好了 然后万一就是 嗯 我直播间里老爸老妈也喜欢的话 能不能多给我两条 嗯 哎呀不舍得就算了 没事的 真没有 真没有 你这样说 只要说你直播间的老弟老妈妈们喜欢 我可以做的 他们满意 为此 行不行 真的呀 真的 哎呀那太为难你了 哎呦没有你 哎呦 咋说呢 没有为难我 最主要的还是你跟阿姨 你们喜欢 你们满意 就行 真的 哦行 真不为难啊 真不为难 真不为难 嗯 那个 那不 那太谢谢你了 只要你不 嗯 不要给我客气 就行了 哎呦 我就怕的是你给我客气 啊 嗯 这话说的太暖心了 哎呦我真的 谁要是找到你 真是三生有幸啊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呃 怎么说呢 心意在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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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你十块钱的这些老爹老妈们 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 应该能懂我的意思 嗯 好男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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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家人们咱们给他点点赞 哦感谢感谢感谢 帮我说说好话 那那我就去挑东西了 嗯可以可以 可以不家人们 你这样啊 呃这样 等一下呢 你们帮我 呃跟他聊聊天 然后我得去那个 嗯 我得去那边 呃给 给各位老妈们挑挑东西 我去二姐那儿去一下 等一下我跟二姐过来好不好 你们就让我妈妈跟王冬坐这儿 你们聊一下天 好不好 那那我去啊 你们帮我招待一下 王冬好不好 我马上过来 好 那他俩就坐这儿唠嗑了哈 嗯 然后等我 唐唐 诶二姐 谁回来了 嗯 咦你 你在成功呀 对 你现在来给家人们打招呼 好多人认识你 嗯 二姐过来了 家人们 嗯 嗯 好多人认识我是吧 嗯 家人们 你们好呀 嗯 晚上好晚上好 呃就是唐唐你今天不是挑了一个大的那个吗 然后我们这边工作室那边师傅你 你过去看一下 好 他有一点给你对集一下好不好 行 我们去把那个事情解决了 再过来好不好 好 呃家人们我得 我先带唐唐过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工作室的那个师傅 我现在这边有一点点 要需要唐唐这边去确认 好不好 嗯 等一下我们确认完的话再过来好不好 都在欢迎二姐 嗯 谢谢谢谢 都在欢迎二姐 好的 你们好 你们好 晚上好 晚上好 好 那我们先去跟师傅对接了好不好 嗯 嗯嗯 嗯嗯 我们俩马上过来啊 家人们 你们跟王东跟妈妈聊聊天啊 好 来 好的 阿姨坐 嗯 哎 你不坐 没事没事 我不坐阿姨我站着 我戴个眼镜吧 要不我我看不见屏幕 哈哈哈 哦 他们出去了 出去了 出去了 对 哎 哎 我今天下午呢 也看了你那个工厂的东西 哎 哎 有些都挺喜欢的 我觉得我的眼光要是大概我 我不是也选了几个哈 啊 哎 我觉得应该是呃 跟我的眼光应该都差不多 差不多 哎 大家晚上好 我看刚才给我问好了 你选的那几款 我我 那会儿我不知道是 是不是真的看上了 所以说没有多发言 嗯 所以说呢正好啊 二姐 我姐姐 然后带着唐唐去再看确定一面 我感觉肯定是更好一些 嗯嗯嗯嗯 行行行 啊对 那个阿姨嗯 嗯嗯 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唐唐她跟上一个 分了多少 多长时间了 嗯 哎 哎 我那就是给这 对 啊给这儿谈这个有点 没事阿姨 就是说这边你感觉不方便说 也没事 就是我只是好 嗯 好奇的问一下 因为 怎么办 就是我姑娘的事情呢 嗯 我一般哈 嗯 怎么说孩子一直 你也知道唐唐是个很自立的孩子 对对对对 从她上学呀 嗯 自己做事情呀 都是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的独立的去做 她的自立能力也很强 所以说我们也很少的去干涉 从小对她的要求也就是说 你喜欢什么样子 嗯 你喜欢做什么样子 嗯 我们作为 哎就是父母来说 我们是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你尽量的给你做铺垫一下 嗯 但是后期还是靠她 哎 选择人生伴侣呢 我更是尊重她 那理解 哎 因为是要给她过一辈子的 我们看着怎么好 只是我们给她提一份建议 是的 她觉得合适 人家说鞋穿上书不书不书不书 只有自己知道 哎 所以说有时她爱的事情呢 我们只是对人品上啊 见面上 是说 比她给她就是 做一个就是怎么样 一个参考 对对 让她做一个参考 你说的太对了 我也特别特别赞同你说的话 就这样 主要是我想的 你想常常一个女孩对不对 现在自己一个人创业做的这么好 对不对 我想的肯定是 中间她一个人吃了特别多的苦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说感觉她也挺不容易的 嗯 就是我想问一问 阿姨 你感觉 你对我是怎么看的 对 我觉得你 你这孩子挺好的呀 你看 有自己的事业 是不是 我今天接触你一下 我觉得你的人吧 也挺实在的 但是这是我 对咱相处的时间表断 对对对对 咱是一个生意的来往 是不是 我感觉你做生意能做的大 包括你姐姐 你们能做生意大 那就是以诚信为主 你们为人实在 因为中国人做生意 我觉得就是想长远 就在实在 所以我觉得你是个很实在的人 哎 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嗯 其实阿姨也说心里话 嗯 就是你想想我现在今年也不小啊 快30了 但是呢 这么多年就是我说了 就是之前姐姐 嗯 在海外跑嘛 嗯 也不扎管国内的事儿 但是我是天天跑国内的 所以说一直真的没有时间去 啊 去找一个 所以说呢 就是感觉今天说 给你说一个 正好堂堂不在啊 嗯 就是说我想说一下 就是堂堂这么善良的姑娘 这么漂亮的姑娘 嗯 只是我心里真的是 可能说爱美之心 人有之吧 对不对 嗯 就是确实我想 试一试 阿姨 嗯 嗯 我觉得哪个男孩子都有 所以说我就想看我的机会大不大 哎 嗯 这个嘛 其实嗯 接触的不多吧 就是接触的女孩子 你说接触的女孩子不多 也不现实 因为我们做生意嘛 天南海北的跑 对不对 嗯 可能说有生意上的伙伴 然后呢可能也有朋友之友 听说是